要身體健健康康的才能參加奧運 當然國際情況也是 在今年奧運有個亮點 是難民代表隊今年是二度出戰了 相較上一屆的十名選手 今年增加到29個人 他們克服了新冠疫情 來到東京就是希望可以圓個奧運夢 2020東京奧運 阿富汗派出五名選手 尤索菲和紐紮西就是其中之二 25歲的尤索菲是阿富汗國內 女子100公尺短跑記錄保持人 個人最佳成績是13秒94 其實她的主業是醫護人員 副業才是運動員 上街里約奧運殺雨而歸 為了夢想再戰一回 尤索菲是出生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 也是唯一一位代表阿富汗參加兩屆奧運的女性運動員 她的家人在塔利班統治期間前往伊朗落腳 在異國他鄉長大的尤索菲 不得不更加打拼 至於努扎西為了東京奧運準備了兩年半 她將參加男子100公尺短跑 目標替阿富汗贏得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 阿富汗常年戰火 內亂外患紛爭不斷 除了體育設施破舊 安全問題 更是運動員難以一展身手的主因 另外三名阿富汗選手將參加跆拳道游泳和射擊比賽 儘管環境艱困 他們仍然堅持夢想 藉由參加奧運 爭取國家能見度 在各國奧運代表團中 相對弱勢的還有難民代表隊 今年二度出戰奧運 相較上一期的實名選手 今年增加到29人 成員來自阿富汗 伊拉克 南蘇大和敘利亞等14個 饱受戰爭苦難的國家 曾經遞到世界紀錄的前肯亞長跑選手諾魯普 再次擔任難民隊隊長 難民隊成員有不少人居住在卡庫瑪難民營 由於新冠疫情一度遭肯亞政府下令關閉 無法搜尋 聯合國難民署對難民隊選手寄予厚望 推出一支名為旅程的短片 片中人物看不到臉 鏡頭聚焦在下半身 赤裸雙腳逃離戰火 歷經顛沛流離 最後得以穿上球鞋 接受教育 訓練 逐步踏上夢想道路 他們經歷過世上最黑暗的事 現在他們努力成為最優秀的運動員 TVBS新聞綜合報導